观众朋友你好 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 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李作恒 首先我们来邀请这一节要参与我们讨论的来宾 资深媒体员黄阳明 大家午安 立法委员陈婉慧 大家好 台北市议员张思刚 大家午安 好我们要看到现在的这个2024 民进党已经定于一尊了 就是由赖清德要来披上战袍 可是他从过去包含尤其是台独立 在两岸一体上他到底怎么处理呢 当然赖清德自己也知道 这是他急需要先解决的一块 所以我们看到他的这个路线 似乎也不断的在发生变化 那现在就说他的聚焦 现在改称是所谓的反共不反中了 这有什么不一样呢 我们看到他就提到说 这个青睐立委讲的 说当中共武力犯台 或是军事威胁的时候 当然是抗中保台 我们看到过去确实对民进党来说 最常在选战上使用的也是抗中保台牌 那当然现在看起来就是抗中保台牌 尤其是在去年的九合一大选中 并没有真的发挥所谓他们想象的效果 所以是不是也开始改变了呢 因为平时说是要靠奴隶和平协商 不挑衅来维抗区域的和平 而赖清德在昨天的时候 他致辞的时候他就直言说 接受九二共识就等于放弃了台湾的主权 民进党如果像其他的政党一样 接受九二共识一个中国的原则 就等于放弃了主权 那这个和平是假的和平 他还说台湾会变成港澳 不过这个自家人 当然这个苏焕智前自家人他就大酸 他说他现在也要参选总统 见识的就是赖清德 他说赖清德这根本就是鸵鸟式的讲法 说台湾没有统独问题 甚至还想把台海防卫淡化成和平保台 这只是鸵鸟般的在侥幸 想要依赖美日 这个是不负责任的态度 当然赖清德现在想要参选 他当然也替自己的创造一些不同的人设 除了这个台独的这个议题之外 赶快解决 还有是他的影片 最新YT的首支影片已经上架了 不过这个上架已经是几天了 我们看看这订阅人数 截至5月6号 大概是在1.3万左右 这个跟我们想象中 一般来说 如果政治人物可能一发布这样的YT影片 这订阅数应该会马上涌入才对 好那是不是赖清德魅力不够呢 尤其民进党从过去草根出生 逼人家说 是不是现在变成正二代黑金 甚至是滥用权力这样的形象 党的人设跟赖清德的影片内容 似乎也出现差距 是不是也是因为这样 才没有年轻人来推广呢 尤其我们看到赖清德 当然现在要进行拓展 他昨天是回到他的母校万里国小 那他甚至是脱下西装 跟这个说是学弟妹一起来合影 不过大家就联想到 之前赖清德曾经 大家常常亏他 就是当时他当行政院长的时候 台风架只放了半天 结果就有一出说 他走在路上 劝小朋友赶快回家 所以那时候还被拴射 叫做赖神券筒 这是不是两个又是在制造所谓的人设呢 那另外一边我们看到 国民党虽然现在人选还悬而未决 但是现在你看赖清德这边 似乎也是把整个目标锁定在侯友宜 发言团是打侯来强攻新北市 还有像是国民党也开始反击 所以徐晓星他就预告 他讲说接下来会批爆一个 所谓的新潮流立委 有涉嫌抄袭 他说他已经在搜集这个资料了 那目的是什么 就是要考验赖清德 你所谓要处理学轮 是玩真的还是玩假的 好现在选战了 当然现在各方陆续 要赶快来就定位了 所以我们看到国民党 已经开始在慢慢的 有些人在表态了 像是南台湾的铁三角 在庙口开奖 这是屏东高雄以及台南 谢龙介就直言说 他力挺侯友宜出现 理由是他认为 能够在民进党手中 还能够拿下3% 本土票的侯友宜 他认为是第一人选 那克之恩也强调说 大家不要再想说 非谁不投了 否则这个2024 可能民进党还是躺着选 那这样代表说 郭台铭真的没戏唱了吗 我们看看郭台铭现在 自己有一些麻烦 因为就被质疑说 他有八成的资产 在中国大陆 那万一他要选总统的话 那要怎么处理呢 郭台铭他自己就说 他已经四年没有去过了 而且他是确实 曾经在美国 也有住过11年 那他最近也抛出一些议题 比如说他说 他上班时间很早 他比柯文哲 大家知道的 每天早上7点半 要开晨会 还要早 他说我更早 我6点半我就上班了 那在逛老街的时候 他也遇到年轻人 是来跟他喊话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段画面 好你看到年轻人 当然对郭董 是寄予厚望 希望他这个经济牌 或者是所谓他抛出一些 零到六岁国家养 这等等政策呢 年轻人当然是有一些吸引力的 不过现在这个整个 很混在状况呢 结果又有王世坚 他还跳出来 他就说 这个柯文哲 一直说要选 但会不会其实根本就是 假议题 因为到9月的时候呢 他就会抽腿 不选了 那目标呢 是改成要和蓝营来合作 他说啊 这个把自己纳入 民众党的部分区立委 那未来是要跟蓝营来合作 争取立愿的龙头 所以你看朱立伦很酸 他说谢谢王世坚 这么看好说 国民党真的会赢 先请教杨明哥 怎么看说赖清德 现在这个两岸论数 从所谓大家认为 他可能比较台独 然后现在又被和平跑台 现在又喊出说 所谓的反共不反中 这句话 其实就是凸显了 民进党现在所谓的双标 要凸显 要浮现到两岸的政策上面 居然对一个 中国大陆的执政者 跟他的国家 可以分成两边 可以分成两个不同标准 还说什么 平时 我们就可以努力协商和平 然后如果有军事威胁 或是有犯台的动机的时候 我们就要来抗中 问题好 我们就请问一下 民进党想出这套论述的人 现在是什么阶段 上个月 四月份 中国大陆才在 共军才在我们环台军演 现在是不是有军事威胁的阶段 如果是军事威胁 不就是应该要抗中保台吗 如果按照他这个论述的话 好 结果你这时候讲什么 反共不反中 太奇怪了 太奇怪 更何况 这又不符合赖清德的人设 赖清德的人设是 勇敢的台湾人 我们要独立建国 就算他是务实的台独工作者 他还是那个台湾独立万岁 高举这样的一个价值 我不相信他这个 反共不反中这句话 第一个 他们原本的死中的 这种独派的支持者会支持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 中间选民会觉得奇怪 你们什么时候变成反共不反中了 这个会觉得你变来变去 特别我们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ECFA 就是这个是 我们的陆委会主委都说 ECFA很重要 是个对台湾 对两岸的经贸来讲非常重要 民进党执政到第七年了 然后还是不肯 不肯把它这个断掉 那你要怎么去反共 对不对 那你还把它区分说 我们政治上可以对抗 我们经贸上可以合作 这是一个 你要说这个才叫做 人格的分力 就是你怎么分 怎么划分 对 就是说你民进党 你的人设不应该去分成说 还有不同的状况 怎么样 没有那么复杂 你就讲一套 如何让台湾可以稳定的和平 维持现状的论述 没有这么困难 这是第一个 那当然我觉得对赖清德来讲 他现在的考验就是 因为他毕竟是一个 这个所谓的过去 人家讲不管他是什么 被打成什么台独今孙也好 或是什么样的 可是他过去的政坛 的挫折很少 最大的挫折就是2019年 他参加总统初选 被蔡英文的网军攻击到 被国家机器修理到 体无完肤的那一次 这一次他就会有一些 所谓的绑手绑脚 什么绑手绑脚 因为比如说 我举个最简单 他经营YT 他以前蔡英文成功的案例 蔡英文是在2019年 才成立他的YouTube频道 那个时候蔡英文 不断的跟很多的网红合体 然后去讲 总统到哪里 小英去哪里 然后到小英的官邸来开箱 赖清德现在看起来 他第一支影片 其实当然他的影片 真的蛮无聊的 这是事实 你就一个人在那边讲 然后讲五分钟 难怪你知道上线到第四天了 对 已经第四天了 第四天了 流量才五万多次 我们大白话随便一起 一天就可以五万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流量 不符合一个党主席 总统候选人 总统候选人 而且是现任副总统 而且是所谓的 政治明星光环 这样的一个设定 我就很纳闷 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 是他的line 包括赖清德的line 包括民进党的line 都有去推荐他的频道 赖清德的line 有六万多个订阅者 民进党的line 有七万多个 可是经过了三天 还是只有一万三千多个 去订阅赖清德的频道 这对赖清德又是一个警讯 也就是说里面是不是 真的这种死忠仔比例很少 这种愿意帮你 也不过按一下订阅 冲刺一下的 对不对 我们大白话已经破百万订阅了 所以我觉得赖清德 在这一块 这一块应该是民进党的强项 怎么会有点 这个让我觉得有匪夷所思 我就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最近有一个IMB的诈骗 他们有一个被骗270多万 台大财经系的毕业生 他有一个频道 他本来在这个被诈骗之前 不到一千人 他的订阅数不到一千 现在快七千人 多了六千人 他是十天多六千 你赖清德是三天多一万三 好 如果以一个总统跟一个平民 总统候选人跟平民的 这个数率来讲 会不会觉得有点 落差 对这个我觉得一个老百姓 被诈骗的订阅数增加的比例 都不输赖清德了 我觉得这个是赖清德 现在可能一个困境 当然讲到这个 不管侯友宜或是郭台铭 我最近听到一个消息 很奇怪 因为上礼拜我说 这个已经内定 是侯友宜 当然这个是国民党中央 他们都说没有 我听到是说 有国民党的中常委 跑去跟朱立伦亲自求证 到底有没有 朱主席说没有 没有 一定很公正怎么样的 但是现在已经有一些 这个南部的蓝银的支持者 开始表态 不是 他们要去党中央 这个准备借场地要抗议 就是他们要在5月17那几天 可能要去那边借场地 就是如果你征召 如果你内定是谁的话 他们就要去集结抗议 所以这个可能国民党也要特别注意 挺郭派要出来 晚会姐怎么看 说现在呢 当然这个郭台铭 刚刚讲到郭海铭 他就说他比柯文哲还早上半 不过现在柯文哲到底有没有可能 在9月的时候就不选了 这个有机会吗 我先从这个 当然这个王世坚做这个9月份的这个剧本 往回推 其实我们目前为止 像明天早上 我们几个委员还要陪我们柯主席 到党中央这边来正式登记参选总统 所以在党内目前毫无悬念 就是柯主席就是要选总统 这个是一直往前的 那再回来讲 就是我有看到郭董最近的这个 下乡行程也蛮多 那我自己礼拜五的时候呢 才刚刚陪我们柯文哲主席 到台南这个地方 来做这个有一些行程 尤其到了夜市 我真心觉得这个 真的不是夹到欢迎而已 我那天是走到我自己都觉得我快要窒息 因为旁边实在太多年轻人 然后挤着在那边要跟柯文哲拍照 但是因为在夜市里面实在是 不太适合一直停留下来 但是我有看到柯主席在这个 台南地区我们以为 绿到出资的地方 其实还是受到 蛮多的年轻人的一个支持 那我这一次去台南的时候 因为这边刚好也有整理到说 这个巧新现在正在整理 某位这个新潮流立委的这个 论文抄袭事件 我就给他echo一下 因为也有人在问我 以南部来说 听说他们也是蛮 最近他们说 像像像的论文 委员你的接壁 要不要说出来这样子 看起来巧新已经要处理了 那我觉得这一题 刚好也是像巧新讲的 就是来看一下我们的 赖清德赖委员 赖副总统 他是不是在学伦这一题上面 是不是真的是完真的 那回来讲 我觉得赖清德他这个阶段 因为他现在应该算是目前各党里面 唯一一个确定的这个党的这个总统的提名的这个候选人 那但我觉得他从正式提名以来的相关的言论 其实他对外正式发言也非常的少 那我认为就是像在柯主席讲的 我觉得他在装可爱阶段 那这个他的这个人设变来变去好像 我觉得他可能觉得说 因为其他这个我们这个蓝营跟这个 我们这个民众党的这个总统都还没有最后确定 虽然柯主席这边看起来是已经有相对在推进 所以他就先丢一些东西出来测测风向 看看这样讲那样讲行不行这样子 我是觉得他的幕僚们 就是也应该打屁股 就是说他的YT怎么会到现在的这个流量这么少 我自己先讲一个我的观察 我自己揭闭以来从1月份到现在 我打罗文家的时候 网军是会进来的 那如果罗文家是要去帮赖清德 那就不及格 你这个不是文宣头 你下面这个小朋友们要练兵 不要拿来骂人 拿来赶快帮你们家老板充流量 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实在的 那另外来讲他的这个反共不反中 什么兄弟同邦这种话 我看了一下国台办发言人的回应 我觉得也蛮有意思 他直接说 这个赖清德 他就是玩文字游戏 他也没有真的在面对问题 他就是只是在文字上面做一些变化这样子 但他的本质上就是台独 他们是明明白白讲的 他觉得这样没有办法去帮助就是两岸的这个对话 这个大概就是我目前的一些观察 那我自己觉得我自己对这个赖清德 比如说陈宗燕的事情也是这样子 他习惯性躲避 他要人家诚实 但是他从来不对外说明太多 这个斯刚哥怎么看说 郭台铭现在当然这个大家都觉得说 他很努力在下乡跟大家互动 但是他自己当时比如说中国这个标签 这要怎么解决 那他是真的就可能这一局没有了吗 我觉得郭台铭现在很努力在争取这一局 不管是像昨天去大溪 桃园 然后他就出来也很拔气 把他买花送给当场的逛街的人潮 然后我在问他随行的秘书 刚好有个认识的 问他有没有现场的情况 也是蛮多年轻人跟他拍照 所以我在呼应一下委员 其实这一次大家虽然看起来像 好像赖清德一枝独秀 独走 但是接触到一般的民众 到基层里面去 其实对民进党不满 希望政党轮替的声音是存在 而且声音是越来越大声的 所以民进党现在制造一个假象 说好像二月在野党 还在产生人选 好像没有定于一尊 赖清德独走 但是我就讲赖清德是个 很传统的老派政治人物 我们很小的时候他就在选举了 所以对于一些新式的网路运用 其实根本不是太显熟 大概就是靠着幕僚 帮他去造那个人设 然后对于网路的语言 然后怎么样跟年轻人沟通 基本上还是老派政治人物 所以他不是蔡英文 不是2016 2019 那个靠着抗中保台 趁势而起的蔡英文 他基本上对于一个中国的态度 基本上这个赖赖还是不同调 一个中国赖赖各表 到底哪一个才是真正的赖清德 那你说过来郭台铭 那我觉得他是在过程当中 他必须很多事情被解释清楚 包括说他在中国大陆的投资 然后他自己的资产怎么配置 确实这个逃不掉 对 逃不掉 你就像过了党内初选 你这个未来的大选里面 一定很多的资料被挖出来 然后甚至会问你 你就担任了 假设你选上总统之后 你的资产是信托 还是你要怎么样去处理 还是捐出 甚至也会问你说 那你每个月总统薪水 你会不会拿 这个都会面临到很多钱的问题 一定是在郭台铭这边 必须要解决的 那他的这个幕僚成均 他大概也很仓促 我倒觉得他这一段时间 除了外地的这种接触之外 我觉得可能要静下心来 对于他自己的资产 怎么处理的 然后自己现在还有没有经营 有没有实质的经营等等 我觉得郭台铭恐怕 他要做一套完整的说法 因为这一定会被成为 攻击的重点 就算国民党这边 OK 让他过关 但民进党一定是拿他的财产 还有过去的一些投资 甚至一些公安的事件 甚至过去一些奇奇怪怪的新闻 都会拿来去问这个郭董 所以这个部分 他要完全的准备好 那再来看 我说再来看 我觉得两岸政策的部分 我觉得赖清德这件讲法 基本上跟国民党很相像 你说他之前什么抗中保台 务实台 独立现在要合中保台 然后要跟两岸对话 那不是就走国民党路线吗 那他也知道说过去的抗中保台 你过了四年已经不管用了 那你现在要走国民党路线 那你干嘛还去骂人家国民党 什么九二共识 你自己还不是就是贵宗吗 所以这看起来 2024双方的攻防还会持续不断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